我們這邊將來介紹如何下載Youtube的線上影片到本機端來播放觀看 我們這邊所使用的是一套叫做Orbit Download這套下載軟體 這套下載軟體主要是會依附在IE或是FiveForce的相關的瀏覽器上面 當我們使用這些瀏覽器在觀看Youtube的線上影片的時候 它可以將我們現在所正在播放的影片 把目前的影片串流的這些傳輸把它擷取下來 然後它會把它另存成相關的所對應的影片檔案 我們就可以再透過它的檔案的下載管理的操作程式 去把這些檔案看要使用批次或者是單一的方式 可以去把它下載下來到我們的本機做存放 然後我們再用相對應的媒體的播放程式來播放這些下載下來的這些影片檔案 然後來達成觀看的動作 好 那我們這套軟體呢 因為它在第一次安裝的時候呢 它必須要完成之後 必須要再做重新開機的動作之後 然後它才能夠做正常的使用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會先示範 當它已經安裝完成之後 它的相關的操作方式 那我們之後的話 再來介紹說它如何去取得這個應用程式 還有它是如何做一些安裝的步驟 好 那首先我們可以在那個桌面上面呢 可以看到一個Orbit 它的軟體的相關的圖示 好 那我們在這個軟體的圖示呢 我們點取兩下 好 點取兩下之後呢 它其實就會開啟這套軟體 它的相關的操作介面 好 如果它一出來沒有先開啟的話呢 它的位置可能會在Windows工具列的 的右下方 好 這邊的話 它就會有一個圖示 好 那如果 這個圖示我們直接點下去之後呢 它也會開啟這個 它的那個管理介面 好 有這兩種的開啟方法 好 那我們進入管理介面之後呢 我們可以發現它這裡面基本上 目前是使用 預設是使用英文的語氣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可以在它的 這個Orbit工具列這邊 它有個View 好 然後 底下這邊有個Language 我們可以把它調成 這邊有很多語氣 好 那我們選擇我們的所需要的繁體中文 好 那現在它整個介面呢 就會變成繁體中文的介面 好 那好了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如何去 Youtube 透過IE的在瀏覽 線上影片的方式 我們把這個瀏覽影片抓下來 好 我們首先我們一樣把 開啟IE的這個瀏覽器 好 在IE瀏覽器這邊呢 我們到Youtube的那個網站 好 然後 到Youtube網站之後呢 我們來選一部影片 來作為下載的範例 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找一下這個播放清單 好 假如這個太空站是6的部分 好 我們隨便選部影片好了 來看一下 好 假如我們選這個0408的部分 好 我們點取0408的這個播放清單的影片 好 那它現在呢 正在影片就正在播放中 所以現在所播放中 它傳回來 本機的這些影片的線上串流的這些檔案 好 那OP的它現在就會去把它做擷取的動作 好 然後我們擷取之後呢 你可以發現說 它這邊呢 好 正在影片正在播放模式中呢 它這邊的影片前面會有一個叫GetIt 好 這個的話就是取得 這個影片的一個它的一個工具 的那個按鈕 好 所以我們在這邊如果直接按下GetIt的話 好 然後它這邊就會取得說 會把這一個網頁的影片的那個標題 把它擷取下來當成為影片的名稱 好 那我們底下可以看到 後面這邊有個叫.flv 好 這邊有個.flv 這是它的影片的格式 好 然後我們這邊 它另存新檔呢 它會預設C帽號的Downloads 好 那我們可以自己調整 好 假如我按瀏覽 或者是直接在這邊直接按修改 好 進入自己要儲存路徑也可以 好 我們按下滴槽 好 我們把它存到我的滴槽的下載 好 按確定 好 現在這個已經改成滴槽的下載 好 然後我們直接按確定 好 確定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它的主管理介面 好 現在的主管理介面它已經開始在做Download的動作 我們可以看到說它這邊有這個影片的大小 大概86.3mm 它現在已經完成多少 好 它百分比使用的速度是多少 好 現在是每秒1.2mm的速度在那下載 好 那我們假如說我們現在在下載第二部影片 好 選擇這個0414的 好 我們一樣透過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旁邊這兩個下拉的那個選項 我們可以一樣用這一個 好 然後它會列出現在它所偵測到的這個影片 我們可以看到它有個叫VD 可以是底下-flv 我們直接選這一個 好 它一樣也會進去我們剛剛的那個下載工作的 的目錄 那個視窗這邊 好 我們直接按確定 好 我們來看一下管理介面 好 現在已經有兩個影片正在下載 好 然後一樣一個是89 一個86 好 剛剛所點取的那個會排到上面這一個 好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說它的頻寬來講 已經有被那個分分享掉 好 所以說如果你 當你今天下載兩個影片的時候 它就會去共同share掉你現在目前 網路上面所使用的頻寬 好 所以它現在已經用掉了將近1枚多的頻寬掉 好 那這樣的話 對我們來講的話我們 這邊就必須要小心就是說 注意如果你的頻寬 好 那個如果不是很足夠的話 好 當你在使用這一類的下載軟體的時候 它基本上會幾乎會把頻寬全部都吃光 好 那這樣的話你的 其他人如果要再使用網路服務的話 它就會變得非常的滿 好 以一個ADSL兩妹的那個下載頻寬來講的話 一般ADSL號稱的兩妹 即使在如果換算成這邊的下載速度 是將近大概是200K左右 好 那如果200K的話 如果你這邊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所示範的這個網路 有12枚 好 所以說它可以看到它將近 這個速度都可以到400多500多 好 那如果 頻寬不夠的情況下 那我們就是必須要去把那個 所下載的那個速度 我們可以去做一些限制的動作 因為我們這邊可能之後呢 可能會一次下載10幾20個 然後放著給它做P4的那個 好 讓電腦自己P4去幫你把它download回來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按一下 這邊有個叫工具 好 然後有個速度限制 好 在速度限制這邊呢 它預設是不限制下載的速度 我們這邊把它取消勾選 好 假如我們限制下載速度為 那個100好了 好 我們按確定 好 現在的話它就會以100K的速度 然後這邊會慢慢的去改善 它已經降到300多了 好 等一下它會降到大概剩下100Mbps上下左右 好 現在已經降到106 它就會以這個等數的速度下去做下載 那這樣你就可以空出比較多的頻寬 去給個人使用 好 那如果在忙碌的時候呢 基本上會建議去做那個頻寬限制的動作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剛剛下載回來的那個影片 剛剛的那個浮動視窗出來了 好 那如果我們錯過那個浮動的提醒視窗呢 我們這邊可以去看一下說 好 它這邊有分幾個那個 有幫我們放幾個目錄做一些分類 好 像我們現在 這個就是說 你現在所有的動作呢 它都會放在這個 只要講 好 像目前的下載工作 或者是已下載 或者是下載 或者是下載失敗 好 各式的狀態 它都會放在這個 好 全部 好 然後它這邊前面會有那個 那個圖示標記 來告訴你說現在它的狀態是怎麼樣 好 所以我們現在下載的工作是這一個 好 然後已下載的是這一個 剛剛所下載下載的太空站16 這個0408 好 然後這個是 假如你下載失敗的話 或者說網址可能有斷去 就是沒有 接點可能中途斷掉的話 這邊也會顯示在這個地方 我們這邊就可以做重新下載的動作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已下載 好 以下載這邊的話我們連續按兩下 好 然後它就會用我們內建的這個 我們現在目前是用VLC的這個播放軟體 去播放這個 剛才所下載回來的FLV的這個影片檔 好 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到 現在本機播放的就是我們剛剛 線上影片所下載回來的這個影片 好 我們這邊先把它關閉 好 那如果我們 假如說我們這邊呢 有一個下載失敗的話呢 我們這邊先用已下載這個當範例好了 你只要在要下載的檔案名稱這邊呢 然後按下滑鼠的右鍵 好 然後 然後這邊有一個叫重新下載 好 你這邊壓下去之後 它就會做重新下載的動作 好 它現在又回到了下載工作列裡面 好 它現在再重新下載剛剛我們所選取的這個 好 我們先把它的速度 加 先不要限制好了 好 好 那我們這邊呢 還有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的下載工作呢 如果它失敗的話呢 我們這邊 剛剛可以看到說它還有一個叫 那個 我看一下 好 這邊 好 它有一個叫做那個 複製下載連結 好 那這是做什麼用的呢 它這個複製下載連結 如果你壓下去 點取這個影片 壓下去之後呢 好 我們來開一下記事本 好 在記事本這邊我們把它貼上 好 可以看到說這邊有一個 一長串的這個英文數字的部分 好 它其實是一個網址列 好 那這個網址呢 其實就是影片的實際的那個位置 好 因為它為什麼 這個東西呢 就是因為它已經有經過一些加密的動作 所以會看不到實際的那個位置 好 但是那個影像截取軟體呢 它可以去幫你偵測到它目前影片的那個 實際它所播放的位置 好 那我們把這一串這麼長的資料呢 假如我們把它全部把它Copy起來 就是複製 好 我們把它 假如我們在IE的這個部分呢 另外開個視窗好了 把剛剛的這個東西呢 把它貼到網址列上面 好 然後去前進 就是執行這個網址列 好 因為我們 灌了Orbit這個軟體之後呢 所有的檔案下載動作 它優先都會先以這個為主 好 所以說它Orbit會偵測到 所有人 只要有在網頁上做下載動作的話 都會跑出它的這個 下載工作的這個視窗 好 那我們 假如說我們偏不要使用它這個的話 我們先按取消 好 我們取消之後就會 第二順位就是由IE來做這個 它原始的那個下載 好 可以看到說它會 問你說是不是要儲存 好 剛剛我們所貼的這個網址的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按儲存 好 另存型檔 我們存到桌面好了 那這個部分呢 它只有檔案名稱 所以我們自己要幫它加上副檔 好 我們這邊 那個鍵入點 FLV 因為我們知道說這個 的影片檔案呢 這個89.4M 它是FLV的格式 好 那我們把它存在桌面上 好 我們來看一下檢視下載 好 那這邊的話呢 就會有 剛才我們所貼的那一串長長的網址呢 它現在正在下載它的 影片的實際位置 好 所以說這個也是一種 另外一種那個 你只要知道 即使你只要知道影片的網址的位置 你就可以下載到它相關的影片下來 我們其實也是可以透過IE的方式去下載 好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說 它剛剛下載回來的0408 就是ORBIT的剛剛的一頁像這個 它就會出現這個提示視窗 好 這邊會有CLOSE 就是關閉的秒數 如果我們在這邊直接按下開啟 它也可以直接去做開啟這個影片的動作 好 所以其實這個是相當方便的 好 那以上呢就是我們 針對說如何直接在IE瀏覽器這邊 觀看 然後直接按下它所提供的這個按鈕 好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它裡面的其他的一些附加的功能 我們一樣開啟ORBIT這個軟體 好 那這裡面呢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工具 好 在工具裡面呢有一個叫做那個選項 好 那在介紹選項的時候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這個 好 那這邊有一個叫做完成 好 自動關閉電腦 好 也就是說我們當你把這些下載工作 如果你勾取這個東西之後呢 當你下載工作這些開始下載好到完成之後呢 它就會開始倒數秒數約5到10秒鐘的時間 好 然後就會幫你把電腦直接把它做關閉的動作 好 這樣的話就可以不用讓電腦一直掛在那個上面 然後把那個可以說做一個節省能源的一個還不錯的那個動作 好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還有一個就是速度限制的部分我們剛剛有介紹過 好 然後我們在接下來我們直接來介紹那個選項 好 我們按下選項之後可以看到呢 這邊有個一般 好 一般的話要注意的話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選項 好 那這個選項我們會建議把它不要勾取 好 那這個東西是做什麼用的呢 好 這個的話主要就是說如果你 當你頁面呢 如果連結失敗 就是找不到那個網頁 或者說那個網頁有錯誤的時候 好 Orbit的話它會預設它會先使用它的提示訊息 幫你做那個頁面的提示 好 這樣的話就會隱藏掉頁面它原先 好 原本所要提供給使用者所要觀看的那個訊息 好 那這樣的話針對 假如說你有要做一些網頁上面的出錯 或者說一些網頁程式設計師他可能會需要看一些網頁訊息的話 好 這樣就會造成很大的困擾 好 所以說我們這邊的話建議會把它不要勾取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下載目錄 好 下載目錄部分呢 這邊它預設是稀草 好 我們這邊可以直接做一些調整 我們按瀏覽 好 我們可以把它設置到 假如放到D槽的下載 好 所以它這邊已經變成D槽了 好 或者是你要直接在這邊做Keying修改也可以 好 然後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下載與連結 好 下載連結的部分呢 這邊我們要注意到的就是 這邊有一個叫原始地址的下載連結數 好 那這個的話 下載連結數就會關係到你 當你在做P4下載的時候 它的數量 假如你只有8的話 8條線在下載的話 那它 當你假如你在下載10個檔案 或者是說20個檔案的時候 它這邊 會真正實際可以成立成下載的連結數的話 它就會被這個所卡住 最多也只能到8線 好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會建議就設成它最大的10 好 假如我們這邊按這個的話 可以把它設定成最大的 好 用10個下載連結數下去跑 好 然後 一下我們來看一下那個限制的部分 好 限制的部分呢 在這邊呢 我們第一個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叫 最多同時進行的工作數 好 這邊預設是5 好 我們這邊的話 會建議會調整跟剛才下載連結的這個10一樣 好 讓它在下載的時候 最大可以連續執行 可以排入10個工作排程 好 如果你現在有第11 第12 第13 第14的時候呢 它就會變成等待的狀態 它必須要等前10個 只要有人下載完之後 下面那個等待的這些工作的執行 它才會被排進去 變成已經在下載的狀態 好 所以這邊我們就是會把它設置成10的部分 好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不限制下載的速度 剛剛有說明過了 這個就是依照剛剛 它可以調整那個 你在檔案下載的這個速度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其他要說明 好 然後這邊監視的部分呢 它這裡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其實這裡 它會去感知Flish的串流的媒體 就是我們剛剛在網頁上面 所看的這些Flish的影片 或者是說 Flish 單純Flish的動畫 它其實也是可以偵測到的 然後它支援監視瀏覽器點擊 就是我們剛剛可以直接在瀏覽器這邊 好 直接做這樣頂級的動作 好 這邊就會 它預設是可以做怎樣設置 好 然後這邊如果取消下載後 自動以使用IE的方式下載 我剛剛也有示範過 好 然後我們這邊 再看一下下面的好了 寧靜模式這個都 應該沒有什麼需要說明 應該沒有什麼需要說明 好 那這個的話是 Windows XP的時候它會使用到 那它可能就是幫你 直接在Windows XP的防火牆裡面 增加它可以通行Orbit的規則 好 讓它至少在做 影音串流檔案的擷取的時候 比較不會受到一些限制 防火牆的限制 這邊它會有做一個這個功能 可以直接幫你自動加上去 好 然後我們其他的部分 如果有用到的話 各位再自己再去看一下 然後再看看有沒有什麼 那個 需要的一些功能 可以再試一下 好 我們這邊先按確定 離開 好 那 上述呢就是 我們介紹了一下初步的那個 Orbit這個軟體下載的 這個功能 它相關的機械基本上面的操作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說 那如果我們要如何來 取得這個軟體 跟它的相關實際的 安裝的工作 好 首先我們先把這個軟體 先關起來好了 好 然後你可以發現它在 按這個打岔的時候 它很貼心會跟你講說 你是要縮小到 那個系統夾還是 離開程式 好 然後我們就直接 選擇這個 縮小到系統夾 然後不要再詢問 按確定 好 然後 我們還有一個 沒有講到 它還有一個東西呢 我們在工具呢 這邊有個叫 GRAB Plus 好 這個功能 好 那我們這個功能呢 我們可以把它點取 打開 好 然後它現在會問你說 這個請重新整理 浏覽器的頁面 好 我們這邊先按 不要再提示 按確定 好 現在會開啟這個 好 GRAB Plus 這個 這個視窗 好 那這個視窗是做什麼呢 這個視窗呢 主要就是說 當我們現在在 播放這個影片的時候 好 我們在播放這個影片的時候 它其實呢 這裡面呢 其實有包含的 這些圖片檔 然後這些串流影音的檔 跟它外面包了這一層Flash的檔案 好 或者是說它只是單純的Flash的話 那在這個視窗裡面 它其實就會去偵測到說 現在目前的這些檔案的類型 好 它會在這邊去做一些顯示 好 然後我們可以從 這裡面它所顯示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指定要去抓取 我們所需要的影片格式 好 那這個主要會用在於說 像有些網站呢 它可能 假如說你現在 這個東西它沒有辦法出來 好 像Gatebit 它現在出來的時候 它可能是空的 或是說它沒有辦法偵測 透過這個工具列的這個東西 去偵測到影片的話 那我們這邊的話 就可能 需要透過它這個層次 然後來去抓取 到它現在目前Orbit 偵測到這個頁面上面的 串流檔案 好 來進行下載的動作 好 然後我們這邊來 先來示範一下好了 這個 然後在使用這個軟體的時候 它剛才有提示你說 你在開啟的時候 必須要按重新整理頁面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 假如我們重新來整理一次 好 重新整理之後呢 然後一定要在播放的狀態下面 它才能夠去整測 好 然後我們這邊 欸 它這個有問題 先把它關閉 它這個 這個版本 好 我們這個剛剛的IE 還在下載中 好 它這個版本 可能有一些問題 好 那它這邊 這邊的話 我們就稍微去了解一下它這個 這個 它主要是做什麼用 好 那我們 因為我們之前在使用 它更之前的版本的時候 我們這個使用率其實還蠻高的 它就是可以它用來說 就我們剛剛所說的 它有一些網站呢 它可能就是要透過這裡的這個方式 在各位可以使用這個 這個 這個 串流的那個列表方式 去 來進行那個下載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就先不介紹這個 好 先把它關閉 好 那我們 接下來我們來 來介紹一下它 如何去取得這個軟體跟安裝 好 首先我們先把這個軟體先 我們把它重新移除好了 然後來做整個安裝的那個 重新開始 好 然後它在做 卸離安裝跟在安裝的時候 它都會要求你把IE的瀏覽器關掉 好 所以它這邊就會做個提示 好 然後我們就按4就好了 好 我們先把它全部移除掉 好 移除掉之後呢 我們重新來做安裝好了 我們再開啟IE的瀏覽器 好 在Google的搜尋 請這邊呢 我們直接 進入它相關的關鍵字 好的 Orbit這個軟體 Orbit 貼上 好 這邊或它的相關的 建議檢索關鍵字 我們選第一個 好 然後在它 檢索的條件結果這邊 我們選第一個 進入它的官方網站 直接選取 好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會看到 Orbit的那個官方網站 好 然後這邊的話可以看到 這邊它的版本 是4.1.1.0 我們就選擇這個 直接按Download Now 好 然後它這邊的話它 底下會再跟你講說 它可能會有工具列的安裝 還有它的相關的環境 它支援的版本 好 那我們這邊 直接看完之後就按下這個 Download Now 好 然後進入這個頁面之後 它等一下會傳遞那個 下載的那個 網址給我們 好 我們就直接按儲存 另存新檔 我們放在桌面好了 好 這個 檔案下載完回來之後呢 我們按下 好 在這邊呢 我們直接按下那個 以系統管理的身份執行 好 然後它這邊的話 就直接按下一步 好 我們不要安裝它 所提供的這些工具列 所以我們選擇第二項 好 然後第一項 取消勾取 它會把這些 全部都取消勾取掉 好 這些就是它的一些工具列的 一些搜尋 的提供者 這些我們全部都 不要讓它去做設定 好 下一步 好 它現在就會去 下載相關的組成室 到本機下來安裝 好 那由於它這個 需要一點時間呢 我們之前 好 它下載完了之後呢 好了之後 這邊我們按 直接按Install Now 其實它就會下載到 這邊桌面 這邊其實已經有放一個 這個 Orbit 好 然後 Download 好 41.11 好 1101 這個 好 我們直接按下 Install Now 好 在Install Now 這邊呢 我們直接按下 它會把 再提示你把 IE或 5Force 這種流行器它會自動幫它關掉 好 按 下一步 好 這個接收條 它的那個 條約 好 然後這個 它的安裝路徑 下一步 好 它的名稱 安裝的名稱 好 那這個的話 我們只要選擇 第一項跟 第二項的勾取就好了 好 其他的我們就不需要做 勾取的動作 好 然後我們直接按一下 下一步 好 然後這個我們取消 勾取 好 不用安裝這個元件 好 然後按下一步 好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它會問你要不要 要裝它的PDFREAD 好 我們這邊也不需要 好 那個 我們安裝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直接 好 Rong這個 Orbit Download 好 按下 Flash 好 Flash之後呢 我們這邊 它會開啟它的那個 那個 那個網站的頁面 那我們直接關掉 好 那它開啟之後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已經有 安裝示範過 所以 它 它開啟的話 它就會變成剛才我們的那個 狀態 不然的話其實應該是 它應該會是這樣子才對 這先把它刪掉 好 這是問你要不要去 它刪的時候 它除了清單的這個 資料之外呢 它問你要不要刪 實際把實體檔案也刪除 好 如果你有勾取這個的話 它就會 把實體檔案也把它刪掉 好 我們這邊先 直接按勾取 好 把它刪掉 好 它預設應該會是 像這樣子的狀態 以全英文的 好 那我們這邊 就可以直接做 View Language 把它設成繁體中文 好 它就會變成繁體中文 好 它就會變成繁體中文的方式 好 它就會變成繁體中文的方式 好 其它的工具的選項 這個就是 在我們剛剛所說的這些 的設定方式 去做設定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 這個提示視窗 我們就按打X就好 就不用理它 好 那 看一下還有什麼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在介紹 如何下載YouTube幣的線上影片 到本季段來播放 好 那我們使用了這套 Obit Download這個軟體 好 然後 上述的操作 然後就介紹到此 好 謝謝